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识 人听了道这个听在原文是简单的过去分词 表明是曾经在过去持续不断专注的听道 一个好土的心田首先就是要能够有听的耳朵 并且是持之以恒专注的听 持守原文是坚守坚信的意思 而诚实原文是好的有用处的优良的意思 善良是优质的好的善良的意思 一个好土的心田就是听了道之后 把神的话坚守在心中 很多人听得到以后过一会儿就忘了 所以神的话无法在我们的心中长存 而我们要能够持守神的话 就是要透过背经 昼夜默想神的话来操练 才能够达到的 忍耐着原文是借着忍耐 或者是在忍耐中的意思 结实就是结果子 就是把所听见所明白的道照着去行 也就是让神的话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这表明我们要结果子 就要去实践应用神的话 而在行道的过程中 是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实行 结果子也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需要忍耐 总之 今天的经文 耶稣告诉我们 当我们持之以恒 专注地听 借着背诵默想神的话 把神的话坚守在心中 并且耐心地去行道 自然就会带来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结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